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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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啊 今天呢 咱们这个藕片呢 切完之后呢 得焯一下 也是为了呢 保持它这个爽脆的口感 那您现在该 电话 嗯 好 嘴开了之后 把这个焯烫一下 焯的时间别太长 对 这个白花呢 其实您怎么做呢 它都是这种脆脆的口感 但是经过了这个步骤的加工呢 它就更滑脆 对 好 大概焯个半分钟的时间 就行了 来 焯好了之后 再放到凉水里面拔一下 进一下 好 对 我现在呢 先把这个胡萝卜和芹菜呢 稍微加工一下 对 对 其实呢 光有这三个菜在一起啊 已经足够好吃了 但是呢 它们颜色有点单一 有点单一 是吧 对 我们呢 就切一些有颜色的菜 来把颜色呢 调整一下 不用太多 因为毕竟这三个原料是今天这道菜的主角 那我提一个建议 咱们待会儿炒 我先把胡萝卜先放下 您所说到这个菜的重点了 这个菜最重要的就是 对 按步骤来放菜 哦 切断 对 就一点点 千万别喧兵夺主 点到为止 有一点这个色彩的调整就行了 你看它这个芹菜的清香 胡萝卜的颜色 再配一去三白 对 按说原来呢 听老人说啊 这个有这个荷糖四白 荷糖四白 还有像这个笔记 莲藕 还有什么呢 菱角 哦 菱角 还有那个瓷菇 瓷菇 对 瓷菇比较粗 但是菱角呢 咱们北方菜市场不太好买 不常见了 安徽啊 江苏啊 这个时候到菜市场很多 您这么说我还突然间想起来 就是说在每年的这个夏末和秋枢的时候 在湖北 在湖北 他们那个市场上呢 有卖一种叫藕袋的 就是藕盐 藕尖 我管它叫 带着那个紫微微的小红尖 对对对 我吃过吃过 我管它叫这个青少年时期的莲藕 如果是湖北的观众呢 完全就可以用藕袋来代替莲藕做这道菜 或者说呢 您多加一个原料 对 这样呢 做出来呢 可能更丰富更好吃 好 说着聊着 也先差不多了 这些所有的原料呢 咱们都已经处理好了 您可以 别火了 别火 这是一道呢 偏这个江南清淡口味的菜 所以呢 我们的油要少放 其实这个调味料也要少放 而且呢 我们平时在做 可以了 咱们平时在教做一些这个北方菜的时候呢 都会用什么葱姜蒜呀 或者辣椒爆锅 这道菜可不行 葱姜蒜我们都不用 这个葱味 姜味它比较重 对 夺了这个 我的鲜香味了 它都是清清淡淡的一种味道 好 这油差不多了 好 先放胡萝卜 先放胡萝卜和芹菜 好 不爱熟的 先放进去 好 好 提火快点 好嘞 那我再放笔气 笔气 来 好 这笔气一放啊 一定要快点推 可以吗 先来放 好 好 那什么是脾气啊 和这个啊 它都还有淀粉 您不能吹慢了 吹慢了 它就扒锅 好 好 我现在把一千点盐 一千点盐啊 一定要比平时炒菜的盐量少 为什么呢 我们所有的这些原料呢 都是富含淀粉的 它很容易吸这个盐的味道 这个时候 再放百合 对 我们放完盐光果之后 再放百合 对 为什么呢 我来回答 你放早的话 百合容易发黑 对对对 这百合呢 一经过热炒 它会变黑 而且发不变 对 好 可以了 可以了 先盛出来 盛出来 一下吧 不过呢 我得提醒您一下 比如说您这个 平时在家做菜 至少就一两道吧 那您呀 先挤着别的菜做 最后一个 零吃饭了 再炒这个菜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菜呢 比较清淡口味 然后呢 这个百合呀 虽说我们刚刚 没有经过热炒 但是因为其他菜的余温呢 可能会把它 继续预热 对 然后它很容易变黑 这样呢 影响百合的口感 而且呢 也破坏了整个菜品的颜色 所以您如果您做一桌的菜 最后的 对对对 其实我说这么半天 就两个月 好 和糖小炒 大功告成 那么电视节目的您 如果有什么厨房小窗门 有什么拿手绝活 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我们把您的绝活 在这里 大家感谢一下 好 分享您的绝活 对 明天早上 正常电台一套节目 八点三四分 天天饮食 不见不散 明天见 先炒胡萝卜和西芹 再加入笔记块 藕片 翻炒之后加入少量的盐 最后关火后 放入百合即可 传统的波云 怎么吃更有新意呢 做波云的时候 活面有什么窍门呢 明天的陕西杂面 波云将告诉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